针对性柴油补贴措施开跑之后 RUN95汽油的新制度合时落实 经济部长拉菲兹预告有惊喜给民众 不过首相杜斯莲安华今天强调 一切还没定案 当前政府专注在柴油浮动价格 和针对性补贴措施 安华中午主持滨州 内陆税收局大厦开幕里时说 除了柴油以外 其他的针对性补贴措施 政府还在商讨阶段 也是财政部长的安华 要求税收局官员 专业和严厉的旅行职务 务必要确保应该缴税的个人 和公司履行责任 官员不但需要依法办事 即使面对恐吓压力或威胁 也不要退缩 首相承诺将成为他们的后盾 由于敬身为民先通过 再次一次 大家时间6号 就是 因此 Mexico 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